您共享美好时光 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您赴辽东隐居 则晋景之地节鲁凿市 开荒种田 避难百姓已多来居之 管您驻地建为相逸 越发兴旺 一切终于安定下来了 地里也初见掌势了 先生辛苦了 饭我已经做好了 这里有您一封信 是华先生来的 是华新帝 如没有当年吴兄割席断交和除缘得金的激励 帝真不知现沦为何样 先生的恩德 帝终身莫尺难忘 来日发达 必相报答 先生我真是为这个贤弟庆幸啊 是啊 华先生如今也是以德扬名 不过您和他之间那两端筷智人口的佳话 还是仰赖您的高尚节操与励志有方啊 非也 华新帝能有如今的成就 全仰让他自己支持而厚勇 又不让圣贤之志 可见 持者乃洁身之要义 实为真理啊 哈哈哈哈 哎呀 这干什么呀 真实 你抢什么呀 你啊 又不是你家的水井 虚你打就不许给我打呀 你这是后来的 什么后来的呀 天天如此争强 何时是禁忍 让开 让开 大家安静一下 请大家按来的先后顺序 哎呀 这里的环境可真不赖呀 乡亲们好啊 我是从老家逃难来的 我叫马儿 彼此彼此 我们也是逃难至此的 小兄弟也打算在此安家吗 是啊 又来了个墙水的 我们这都人满为患了 只有那边山脚 还有个空地可以住 是啊 哟 这么远哪 这打水也不方便哪 我能不能住个离井近一点的地方啊 哪有那何时 你可是后来的 这儿可是世间绝无仅有的风水宝地 你有幸撞来已经不错了 还那么挑 怎么个世间绝无仅有啊 你知道这位是谁吗 嗯 说出来吓死你 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管您管先生 哎呀 您就是管先生啊 管先生 我可是从小就仰慕您呢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您 我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 祖宗积德呀 哎呀 小兄弟 快别这样 这可折煞在下了 管先生 能一辈子跟着您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什么什么道 西什么死的 招文道 西死可以 对对对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啊 管先生 我一定要挨着您住 您一定要答应我呀 什么 你怎么挨着管先生住呢 马儿 咱们先起来说好不好啊 不 您不答应 我就不起来 请小哥 不要为难我家先生 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好呢 可是在下的家就是这里 附近都住满人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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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住这儿了 哎 这是大家路贯的地方 太自私了 马儿 这恐怕不妥吧 生逢乱世 大家都流离失所 理应手里谦让才对呀 就是的 不学理 无以利 你不可以为了私利 妨碍大家 我会帮大家再另辟一条路的 而且实不相瞒 我也是有隐情的 我天生就患有哮喘病 经不起劳累折腾 让我住那么远的地方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请大家相信我 请大家相信我 管先生 我真的是一片诚心呢 既然马儿有急 理应容让 这样吧 在下将草炉腾出来给你住 你也不会有战道之嫌了 如何 委屈管先生了 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他真是撞了个大运呀 管先生人善哪 先生 您怎么能这么容忍他呢 事情还没弄清 暂且这样 如果他真有急 便该容让 兵荒马乱的 大家都不容易 如若一时糊涂而扯谎 那么见人过失 也应寒荣掩妇 慢慢在私下归过 给其改过的机会 嗯 大家按着先后顺序打 不然谁也不好打水 是啊 水有的事 一个一个的来嘛 谁说水有的事啊 这是北方 哪比它让我们南方水多呀 嗯 嗯 嗯 我先来的 我要先打 你怎么这么早就都来打水了 喂 老夏让一让 让我也打点水 别急别急 你这后来的 占了好住处还不够 还想占便宜 什么 你 好了 大家都不要再争了 啊 乡亲们 咱们既然都因为避难 而住到一处 说明大家有缘分 都是一家人 假如形成这种 处处争先的风气 而彼此伤了和气 多遗憾呢 马儿 你年纪轻轻的 更应该学会 恭敬礼让 掌幼有序 就谦让一下 他老人家嘛 嗯 鉴于这次 已经算不清 来得先后顺序 就先按 掌幼之序来吧 如果大家看得起 在下的话 从明天开始 就按照顺序 排队打水 精水没了 咱们可以再打 大家施了和睦 就很难弥补了 老爷爷 您最年长 我先帮您打水 来吧 这是什么时候才能排上我呀 我的哮喘发作了 大家行行好 先让我打一下吧 是 又要先拿 他是庄的 哮喘发作 说话是不会这么有底气的 我知道 因为我有个亲戚 就是哮喘 这什么人呢 庄大 这个人还真是颜皮赖脸啊 马二 不自重 如何赢得别人的尊重呢 以后快别动歪脑筋了 这个马二啊 看来光劝导无效 还要想个好办法 彻底解决打水的问题 今天真倒霉 管先生非要组织什么排队 纯粹是多事吗 这不是那个小书筒吗 他弄来这么多筒做什么 难道 不可能 管先生不是那样的人 再对胡说八道下去 你可得小心点 反正我只是把看到的事实 跟大家说了 具体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我可不是说管先生坏话呀 管先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 是大德 我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的 对 管先生一生连结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 我们一定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对对对 没有管先生 就没有咱们现在的安身之处 咱们感谢他都来不及了 对 说不定盲耳说的没错 说不定盲耳说的没错 这帮口是心扉的小百姓 嘴上说理解管先生 最后还不是怕被人家占便宜 自己先偷偷占了 咱就不干这事 这不是什么事 相亲们早 这不是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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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早 请大家按照来的先后顺序来取水吧 怎么样 这些大水桶可比大家的家伙大多了吧 管先生 您 从今以后 在下每天提前把水打好 等着大家来去 以免大家辛苦 这怎么办 是啊 在下受大家爱戴 为大家出点力又有什么呢 可是管先生实在太辛苦了 我们过意不去啊 是啊 要是大家有压力 就按照先后顺序来取 就当是对在下劳力的一个回馈可否 好的 好的 管先生 我们错怪您了 我们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真是惭愧啊 都怪那个马 管先生 您果真名不虚传 大家实在高抬在下了 管先生 今后不用您天天为咱们打水 咱们年轻的乡亲 每天轮流着为大家打水 对 对 注意好 管先生 我对不起您 我不该挑起大家猜忌您 请您原谅我吧 马儿 你真是我的事 这是一场误会 在下也有做的不当之处 引得大家猜疑 大家就不要责怪他了 对不起 我马儿也为以前的错误跟大家道歉 大家大人不计 小人过 我打小穷怕了 爱占便宜 别跟我一般见识 真是 慢点啊 先生 您真有本事 您怎么想到此法的 其实只是激发了大家的耻心罢了 耻者所以劫身也 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啊 瞧 这马儿又起碗了 马儿 你这懒惰的毛病可真要改改了 你看你的牛 疏于早起喂草 瘦得都皮包骨头了 管先生 您就别取笑我了 糟了 这太阳又老高了 牛还没喂草呢 我的牛呢 亲爱的牛啊 你这是从谁家地里偷吃了庄家啊 对啊 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天天早起喂他了 哎呀 这样不好 这是占人家便宜嘛 可是这样我能省不少事儿呢 这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对啊 明明是牛自己跑去吃的 我又没赶他去 我什么都不知道嘛 大家总不会和一头牲口计较吧 管先生 您快出来给我们评评礼啊 快 给我们评评礼吧 乡亲们 这马儿死性不改 让牛胡乱啃我们的庄家地 马儿 你 管先生 我冤枉 牛他自己跑去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不是故意的 你要是及时喂他 他怎么会饿的跑去啃别人的庄家呢 唉 管先生 马儿 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知道 你说的貌似冤枉 可你骗得了你自己吗 我 也许先生说的话重了 但是请你回去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牛儿 你又跑去哪里了 快离开我的地 你 你怎么打我家牛 你别冤枉人 他是我家田地 我还没怪你呢 你还怪起我来了 管先生都教训你了 你怎么还不看好你的牛啊 是他自己要断绳子跑的 我也在到处找呢 再怎么你也不能打牛吧 你陪我牛 我没打他 牛就匆忙的从带刺的围林跑了 马儿 你老放着你家牛到处万事 太对不起我们大家了 也对不起管先生啊 马儿 你先消消气 把事情搞清楚再说 我初来乍到的 哪比你们住久了有家底啊 我养牛种田多不容易啊 牛都瘦成这样了 你们还在打他 这兵荒马洛的年月太过分了 走 索性给我把他的地都踩了 走 你冷静点 就是啊 就是啊 这样吧 牛先牵到我那儿 我帮你看着 明天在下给大家一个答复 先生您好歹也吃口饭身体要紧呢 咱们先看看老人家地里的损失情况 弄不清这件事实在寝食难安 先生 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对 牛一急就往带刺的林子硬穿了过去 所以满腹被刺划伤的 你看 怎么样 和牛肚子上的伤口一样吗 我刚才调查了 是老人家轰擀你的牛 你的牛惊慌逃跑 穿越了带刺的围林 由于腹部的皮肉较嫩 所以才被叶子划伤的 既然先生都这么说了 我也就不怪了 马儿啊 你能跟先生说说 你又半倒在同一个错误处 到底是怎么想的吗 我 我说了 您可别怪我 无论你怎么想的 先生都不会责怪你 只是想能帮到你 因为先生能看出 你并不坏 先生 我也想变好 可我就是改不了 其实我特别想像您一样 宅心仁厚 又有智慧 得到大家的尊敬 先生先给你讲两个故事吧 你听过华欣这个名字吗 当然 华先生也是个德行出众的大人物 而且 对了 他还和您是朋友吧 我俩少年时曾一起求学 对 奇怪 难道碰到硬石头了 我以为是什么呢 原来是块金子 我以为她在这儿 对了 我以为是不得了 哇 金子呀 钱财应该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去获得 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不可以贪图不劳而获的财物的 这个道理我也懂 知蓝生于身临 不以无人而不方 君子修道力德 闲杂人分成毙 不为恶恶而改决 好像有大人物经过 好威风啊 华新帝 咱们还是专心读书吧 我要是什么时候 也能当上大官 这么重心捧略的就好了 冠宁 你快过来看呢 看来你不是我的朋友了 冠宁兄 你 无才者 未知贫 学道而不能行者 未知病 如此贪慕荣华 你的书都白读了 看来我们不是同路中人 好事喜听 是少年长情 但是 华新后来成为了一个清纯得宿 受人敬仰之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支持 并勇于克服自己贪慕富贵的虚荣之心 所以你改过 也要发勇心 斩草出根 不能阴寻退缩 为自己找借口 否则会越陷越深 嗯 管先生 你看 你的牛吃得多好 它的伤口 我也处理过了 没事吧 所以你改过 也要发勇心 斩草出根 不能阴寻退缩 为自己找借口 否则 会越陷越深 管先生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苦心 我要痛改前非 嗯 对不起老人家 这是给您庄稼的赔偿 这 马儿 你这是 我一定要让自己断贪念 所以管先生 这草炉我就不能再住了 因为它本是我从您这儿贪来的 管先生 乡亲们 我再重新找块地方安家 然后早起勤恳劳作 大家就看我的好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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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您一生讲学 不目名利 丹怀道德 福音六意 本着一颗爱人之心 以巧妙之方 基持励志 堪称 清虚谋骨 连白当事之大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 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紧接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 随即捐款而逃 千万别上当啊 轻松致富多陷阱 脚踏实地最实在 怀孕当然是目前最大的气派 之前可能因为工作经济 收入的压力的考量 也有可能是我们身体还没有调理好 尽管家人一直在旁边支持我 但总是少了那么一点 临门的好运 是怀孕的运 7月1日起 国民健康署 人工生殖补助 扩大实施 除了家人的支持 还有政府的支持 祝元梦 安心声 梦 säga 爱圣天鱼 喜悦渌云海 心眼之尊 空心臣几岛 伸手不变 千古金刚兴 红花是叶 周边竹芳雨 我们要把握生命的有限性 人生最重要的并不是生命的量 而是指生命的值 我们进化了多少 慈悲了多少 决心增长了多少 这才是我们生命的重点 生命的深度要比生命的长度来得重要 所以千万不要一直说 哦 我做了什么佛教事业 哦 我赢了多少经书 哦 我已经 有时候我们佛教徒 满足于眼前别人眼中的 哦 我花了十年终于把道产盖起来了 我佛像多贵啊 如何如何 然后内心里面一点改变都没有 所以我们的主题一定要抓住 进化了多少 慈悲了多少 那我们的资粮圆满了多少 短短的这一辈子 能够修行 那真的是太大的福报 不要再浪费 有些人为小事人们计较 大事不计较 小事谋计较 然后真正要计较的菩提心 众生苦他不理的 深入空性他不管的 那话不来了 所以各位想清楚 好好修行 不要把生命就浪费在这世俗法里面 感情 名利 你能够赚多少钱吗 你能够谈多少感情吗 你能够生几个儿子吗 难道你的生命就这么狭隘 短视吗 有时候想清楚 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转化来修行 可以 但不能执着它 不能满足现况 豪贵学到能说 我现在是博士 我现在是董事长 我现在很有钱 他满足于这种假象的时候 他就看不到佛法是什么 明明那个东西是虚幻的 他认为他有骄傲 人都有个撑下去的 生命 我成功了 所以我付出那么多 我成功了 所以讲话就很骄傲 因为他有感受到 他生命有某一种 值得他骄傲的地方 我身材很好 我唱歌很好 我有钱 我漂亮 我英俊 这个就是属于 在生命的长度里面 在执着的 因为我这样有比较性 比别人好 我年轻就赚大钱 我也有点骄傲 但是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贪嗔痴的进化 慈悲的增长 决性 这样子的 不乐智慧也好 了知一切 所以决就是了知一切 这些是我们要了解的 不是光我这个部分成功了 众生的苦 乃至对峙的法门 我都要去了解 所以我想 短短的生命 要拿来怎么做努力 所以各位现在就要培养 一直想这个 生生世世 你不管你从哪里 再来投胎 你从小你就会认真了 不要再浪费生命 所以那些 没有意义的三 nhiên 那些没意义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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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意义的三年 这样子 没有意义的三年 在这些没有意义的四年 只有你 那些没有意义的三年 在这些没意义的商量 你越来越 esses 作曲 李宗盛 生命殿逝与你共同关心世界 缺带生命就像虎生 生命殿逝与你共同关心世界